復活節四天長假開始 大批旅客集合在機場離境大堂 外出旅遊的人多了 團費和自由行套票價格都上升 旅客說台灣四天自由行套票也比去年貴 貴了20% 我平時270多元 未2100多元 現在有3300多元 貴了20%左右 回大陸就沒那麼方便了 現在回大陸也不是便宜的 現在回大陸也貴了 今年多了旅客選擇到廣東地區旅行 因為請不到假 只有這幾天同日可以放假 平時的團費500多元 現在要幾倍 由於今年只要請多一天假 就會有6天長假期 適逢內地華東地區 例如上海、蘇州等地的花季 所以這些內地的長線團都比較受歡迎 復活節第一天 約有700多班客機來說 入境處估計全日各個口岸會有21萬人出境 整個清明節至復活節期間 會有近900萬人出入境 較去年同期多8% 香港文字記者聊正文報道 香港文字記者聊正文報道 內地的給判情報道 感謝您